哈喽,欢迎到来POWSPAG频道 像往常一样,让我们到Play Store商店 点击下,在它的修缩栏上,POWSPA里面 这上我们所要的名字,Video Maker 那么今天,看看我们的Video Maker 他要选上哪一款,让我们来体验 赏识下,它会给到我们的便利 或者是,它会帮到我们 怎样去制作一些Video 就是视频 Foto Maker OK,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款吧 Foto Video Maker 点击一下 Install,下载它 Install 每个款式的Maker 就说,这种工具都有不同的层次 都有不同的要求 这一款一字,一下来,一开头 一开始,就要你接受它所有的条件 Appset OK,Appset了的时候,才会下载 在跟着道路 所以,这里有多多少少 我想算来,有五百到一千个款式 有五百到一千种这么多的制作方法 所以,每一个款式 每一个制作的方法 你真的是需要去每一个每一件去打开 才能够知道它们里面的功能有多强大 或者,是不是适合你来操作 或者,是不是适合你来储存 因为很多Videomaker 你拍了它的,在里面制作了它的 它是说,是你的视频之后 你有时,简直找不到它储存在某个地方 它在什么地方 所以,到最后呢,就说 你会百费心机的 浪费了你的时间 制作了之后 又不能够把你的作品拿出来 这是个很头痛的事 所以,你很需要每一款每一件 去了解它 去详细的知道它 OK Open,开启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你就按install它 我们Open,开启它 打开它,看看 看是些什么样的东西 OK 你看,广告的大堆啊 删掉 那么,从这边 你会看到有 Music Video 有Foto Video 还有什么Sanss Effect的 那些,暂时我们不要去看 这个Foto Video 它旁边有个小小的图案 看到吗?HOT 它说,这是日门的东西 点击一下 OK,日门 Pick Photo 那么它要你去选择一些照片 那么我们就点一点 OK,下来 再点击一下两个 三个,四个,四张 五张,六张,七张,八张 应该够了 应该够了 用来testing罢了 那么就在最上方那边的Next 看到吗? 它写明了有半张的照片 点击Next OK Transition 这个就是它给你的 它的片排方式 还有它呈现出来的 它的Style 它的技巧 它的展示方法 OK,如果不喜欢 我们就给它Team那边 按一按 看它有多少种其他的呈现方法 这里有 一、二、三、四、五、六 有六种 那么我们看看Magazine的呈现 它Magazine的展现给你的东西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按Magazine 这就是Magazine的做法 这就是Magazine的一种表现方法 看到了? OK 这样不然我们就去它隔壁 左边这边有个Yang 那么我们点击一下Yang 啊 这个就是Yang 好看吗? 可以接受吗? OK 这个Yang的上方 再看哦 除了这个Transition Team 和Music 你会看到有个Music 对不对? 那么我们点击一下Music 看它有什么作用 看它有什么启示的方法 我们点击一下Music Music Costume 那么这里再点击一下看 它要你去选项 要你去自己去找 啊 你喜要 你喜欢 你需要的 理论 到论你的那个音乐下来 好 那么我们看 买上 我的歌曲里面 有很多是没有名字的 不过你可以瞧一瞧它 比如说现在是第二 看它是什么Music 我们提一下 第二的 OK 不喜欢吗 不喜欢 那么我们让我们更改一下 把耳闪掉 再去My song 我们就找找找找 OK 或者这个很好听吧 好 点击一下这个 好了 OK 不喜欢 再调改一下 My song 再找 有好多好多 哇 有什么trent driver 看一下 OK OK 就这样吧 让我们去显示另外一边的 另外一边的 这个Colorful 来个Colorful Life is short 很Colorful 对吗 OK 如果你认为这个很适合你 你就 储存上来 在上头那边有个save 看到 如果还是认为不满意 再去Fashion那边 我们来个Fashion Let it go Let it go OK OK 你是可以再尝试的 来个Sama Hello Sama Hello Sama Sama 不喜欢 看头一个是干什么的 吃下 哦 原来是这么样的一个 这个可以接受啊 这个可以接受啊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 你就在这个上方 就在edit 这个redewy 有个save 那么你就储存 save 按save 它就 40% 50% 60% 也是processing 就是说 进行它的储存工作 OK 应该说 这个已经完成了 那么你的这个广告 你的这个video 你的视频的制作 就已经完成了 这就是你所要的视频 当然你不需要的话呢 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是说要你share 要你转发 发送到Facebook 也可以发送到WhatsApp 也可以直接上传到YouTube 当然还有其他的more 那么现在它一直在等你 要怎样去处理 那么我们就按下more 看它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样的 点击more more more 不出来 ok 这more 出来之后呢 有好多好多 对吗 有什么WiFi Direct 有Boothoof 有Messicine 有E-mail 有WhatsApp 有YouTube 有什么的 那么我去Facebook 点击一下Facebook 点击一下Facebook ok 它就出来了 这个前面这个 就是你微调的封面 就是你微调的靠瓦 上面它说 say something about this video 那么 请你写下一点 你对你自己的这个 video的title 或者说 你的想法 一般上 比方说 我写我的这个东西 我就把它这个拿出来 寄到我的Facebook 哦 看你要写下什么 我就在我的Facebook这边 写下 我需要你的订阅 而支持 ok 我就share出去 看到吗 posting 它一直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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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posting可能有点慢 我就改变 我的这个 WiFi 而是说 使用我的网络 我就 铲掉那个 因为WiFi 上传东西很慢很慢的 我一 一般上我是会 改回 我的这个 SELCOM 去处理 所以 这个WiFi 就disconnect了 我就 cancel它 是吗 那你看我用了我的SELCOM 哦 它就 差不多完成了 如果用WiFi 可能还需要等上半个小时 finish now finish做 差不多要结束了 现在 调整一些比较厚 我们所说的 事后的工作 到时你倒回来看看 东西会做成的 ok 不需要我们倒回来看 它直接就表现在这边了 那么就是在我的Facebook的封面上 它就出现了这个画面 就说 我需要你的支持 什么什么 那么你点击你的video看一下 中间 点击 ok 东西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样的完成了 你的 这个视频 完成了 你的 这种 我们所说的 练习方法 ok 如果你喜欢 那么 请在下边 给我留言 或者你有疑问 有很多问题 那么 就写下你的问题 写下你的 想要问 想要知道的东西 在我的这个 视频的下方 那么 希望 你subscribe 希望你能 多多的like 和share 去发送给朋友们 让他知道 这里有个 学习 试信 认识 制作视频的地方 POWSPA 频道 ok 让我们 在下回的 视频上 见 谢谢